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为您播出的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379集 林宇面色平淡她说道 她还不配我现在动手 沙条狗随便都可以 但我的女儿今天第一天来到这世上 她转过头去快步走到病房 对于她而言最重要的则是陪伴自己的妻儿 至于那万晓峰只要她想随时便可娶她狗命 而此时万晓峰对这一切并无所知 正躺在家中那柔软的大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喝着红酒 等待着刘姐的好消息 不过让她意外的是 一直等到后半夜也一直没有刘姐的电话 她不由有一些急切 望了一眼墙上的时钟 她急忙摸过手机率先拨通了刘姐的电话 很快电话被接通了 不过那头却没有响起任何的声音 刘姐 低沉地打道 万晓峰这才唱出口气 接着整个人瞬间兴奋起来急声问 你先前给我发短信 说今晚上僵严生产是吧 怎么样 她生了吗 生了 那得手了吗 万晓峰因为太过激动 猛然从沙发上跳起来 迫不及待地问道 是大人死了还是孩子死了 还是说 大人和孩子都死了 说话的同时 她忍不住哈哈笑出了声得意不已 在她认为 既然刘姐此时打了她的电话 那也就意味着刘姐已成功地完成了一切 并且全身而退 那么也就意味着 江言和孩子起码死一个 他们万家被何家荣摧残这么多年 现如今她终于也狠狠地报复了何家荣一次 不过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的刘姐声音低沉 她说道 失败了 大人和孩子全都安然无恙 你说什么 万小枫的脸上笑容瞬间凝固 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错愕 何家荣的能力太可怕 比你我想象中的更为可怕 我还没有进入产房 就已经被她识破了 被 被她识破了 万小枫听到这话猛然一呆 随后整个人瞬间激动起来 心中怒火焚烧 那心血直往头上涌 她情绪失控 怒吓出声 你这么干什么吃的 我爷爷不是给了你那种隐藏性极佳的药液了吗 这都能被她给识破 你是猪吗 此时的她已然没有任何心情像先前那般伪装表演了 如果现在刘姐在她面前 她恨不得一巴掌扇在刘姐脸上 这种万无一失的行动竟然给绊砸了 在她看来简直该死 电话那头 刘姐也听出了万小枫的语气 心中也不由有一些恼怒 但是她并未发作愣声说道 就是因为我抹抹了老爷子给的药液 所以她暴露 你也不想想 何家荣在中医方面的造诣有多深 这种药液可以瞒过普通人 却根本瞒不过她 他妈的 万小枫的脸色帐红用力地踢着身边 座椅和沙发 整个人显得怒不可恶 接着她似乎想到了什么瞬间 人冷静下来对着电话了一声问 不对 你说你被何家荣识破了 那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开车 回家 开车回家 你说何家荣 已经识破了你要杀害她的妻女 结果你现在要告诉我 你此时在回家的路上 你觉得是我的脑子坏了 还是何家荣脑子坏了 她既然识破了你 就怎么会放了你 你就是撒谎 你能不能认真点 她确实没有难为我 我只是放我走 还告诉了我一些事实 电话那头刘姐的声音 就是一尘 接着将药液对她所造成的伤害 也跟万晓峰讲述了一遍 同时冷声说道 你们万家 也没有想象的那般重情重习 听完她的讲述 万晓峰先是一争 接着冷笑一声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 而且刘姐的身份已经暴露 对她万家而言 也就彻底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索性气急败坏直言说道 就算我爷爷给你的药液 对你身体有害那又怎么样 别忘了 你的命是我爷爷给的 没有我爷爷的话 你他们早就死在大街上了 我爷爷就是现在要你死 你应该立马去死 万晓峰这番话 在电话那头的刘姐听起来 万箭穿心 将她对万家仅剩的一点 好感也消失殆尽了 她深吸口气低声说道 我刚才已经死过一次了 献你们的命 我已经还了 从今以后 我与你们万家再无瓜葛 再无瓜葛 你他妈的连事都没办明白 还有脸说 已经把命还给我们了 我问你 既然你已经被何家荣识破了 那你有没有出卖我 出卖万家 出卖不出卖有区别吗 你觉得你配做何家荣的对手吗 念在万老爷子昔日 对我的恩情 我最后再给你提一句行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 就抓紧时间滚出井去 一辈子隐姓来民 你他妈别跟我废话 我配不配做何家荣的对手 不需要你评判 你只管告诉我 你有没有出卖 未等她说完 电话那头刘姐便已挂了 靠 万晓峰再次拨回去 但电话那头传来了 关机的提示音 她气得将手机摔在了沙发上 力声骂道 见我 果然靠不住 随后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双手不停地 自额头往上顺去 似乎在缓解着 自己紧张焦虑的情绪 同时仔细回想着 刘姐刚才的话 她有一些判断 不准刘姐到底有没有 将她供出来 如果刘姐将她供出来的话 那她自食的处境便很是危险了 说不定何家荣已经派军情处 来抓她了 她心里咯噔一颤 一时间恐惧不已 猛地起身走到窗户 外面轻轻拉开了窗帘 朝着窗外望了一眼 剑小气黑漆漆的一片 没有什么动静 这她才送口气 用力地拉上窗帘 难道这个贱户没有出卖我 万晓峰回到客厅走着 自顾自的喃喃说道 何家荣此时 还不知道这件事和我有关 就算她现在不知道 但说不定 她很快就会插到我头上 她知道 以何家荣的通天之能力 极有可能早已插出 她便是这个幕后黑手了 再见